你好 迈出国门以后呢 绝大多数中国人 你第一步接触的是 比你先一步的移民 你不管是老华侨或者是新华侨 所以我们就经常看到一些 所谓的华侨坑华侨 总体上而言 我们现在见到的两种 两个群体是最坑人的 一个是中国大妈 他们满世界的跳广场舞 抢购商品 有一些甚至 抢着去拿一些免费的食品 或者这些东西 他们把中国人的名声搞得非常糟糕 就人家感觉 中国人的素质相当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身做法 给人家看 就中国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你见的多了 新闻看的也多了 完了以后呢 现在自媒体也比较发达 你无论是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随手拍一段 放到网上 宣传的多了 自然就有一个印象 中国人的素质不高 你这也没辙 他们这帮人确实拉低了整个海外华人的这个形象 确实你也没办法 你不能说他不是中国人 是不是啊 确实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 最近这些年 很多国家都发生了 他都不是不是孤立的事件 是不是 那么 第二个群体呢 也是比较讨厌的 就是说学生 甚至有些人啊 读了很多年的书 甚至拿到博士了 博士后了 没辙 你好 难道敢说 你回说 然后完了以后呢 他在海外 他还宣传这个共军的一些理论 学习习近平讲话 学成归国 为国家做贡献 带领中国的这个新兴科技产业 我们要回去做主力军 不停的搞这些宣传 其实你在国内 你表表中心就足够了 你跑到国外就不能这样干 对不对 你完了以后 你到别的单位实习 是吧 到人家单位实习 人家是 一些前沿科技 或者说不设计的 那么与你分享 共同探索一些 未来科技的这种亮点 那完了以后 你这儿不停地往国内导臣资料 你这就违法了 是不是 你不管在哪儿 其实你是不能这样干的 我们知道这个工业化以后啊 英国是第一个 英国是第一个 是吧 德国 美国 日本都在山寨 英国 那德国人制定了一套工业标准 所以你看现在工业标准很多 都是德国人的 德国商品原来卖的也不咋地啊 为什么 它质量不好 是不是 英国人卖的价格最高 德国人第二 是吧 美国人第三 日本人那就没得谈了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 人家在山寨的基础上 发展了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 对吧 你机械制造 到目前为止 没有超过德国的 就它精工细做 是不是 半导体的生产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它的产业链 完整到像日本一样 所以呢 人家都有自己的东西 就是它学归学啊 倾诉于来 而胜于来 是吧 咱这呢 不是 现在搞的都是什么呢 利用各个国家 对中国留学生的不设访 完了以后呢 他们不仅学习 而且还在盗窃一些科技成果 这个就不合法了 对不对 你有很多合法的渠道 去换取知识 去购买知识产权 你在国内 你去做某一个项目上的研究 这完全就是一个正当的程序 各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吧 你这样 你靠个人 你偷一个什么东西回去 你说你立个工 你能拿到一个学科领头人 国务院津贴 你能获得一些政治上 经济上的回报 但是你祸害的 是整个中国的留学生群体 现在好了 很多 西方的主要科研单位 或者产工贸易体的 他开始不怎么愿意雇佣中国人 你说我要到你这来学习 我要到你这来实习 我要研究个什么东西 没用 人家不敢用 对吧 他不能确定 你的研究成果 是不是归人家公司的 人家有自己的规定 你在人家单位 搞的这些东西 其实呢 都是属于那种 职务行为 对吧 你所有的产权 它不一定是归你的 你不能说 我偷偷的 单位你搞一套 私人我再搞一套 动不动我发个邮件 我常回国内了 是吧 或者说 不是我参与研究的课题 我也搞到一些资料 你这其实就是 工业间谍了 对不对 你祸害了很多 单位 各个国家都开始 引起反感 加上新闻媒体 有意识的 做了一番渲染 得 下面你的学弟 学妹们 是吧 就很难再进入这些 前沿科技的行业 那么这两个呢 是比较大的 我们现实生活中 一般遇不到 或者说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行为 是吧 它 不是涉及到 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出来以后呢 都会遇到一些 比较喜欢 赚中国人钱的 都是中国人 真正能坑到你的 其实都是中国人 那个 外国人 你别说西方人 你就是东南亚的土著 它一般也不坑你 对吧 第一 它没有进化到 这个程度 它不一定有理聪明 第二呢 它很善良 是不是 因为它的日子 就是这样过的 它没有说 完全靠坑人来 换取更大的 经济回报 因为它没有这个思想 它老子里 它就没进化到这一步 是吧 那么西方呢 正是这样 我认识的一些白人朋友 其实我被偷东西 好像第一次也是一个白人 这个马上 我会分享这个故事 挺好玩的 就大多数白人呢 他很 就我们感觉啊 他很傻 他很傻 他从小到大 是按规矩办事 那么完了以后呢 他就觉得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他为你提供帮助 有一些帮助是无私的 就是他没有想到我回报 有一些服务 他觉得 就按他的这个教养来说 这是正当的 就他从来没想过 要跟你收钱 就把他的善意 要转化成钱 他就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呢 我们遇到的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这种 华人 老乡 老乡 他不管你是哪个省 只要是中国人 在他眼里 在他嘴里啊 一开口就是老乡 老乡 其实背后开枪的 就是这帮人 就我刚才说 为什么说 我认识一个 那白人很搞笑呢 我刚开始开这个服装店的时候啊 因为因为我卖的是铝装 是吧 这个铝装和铝鞋 就是高跟鞋 那么我的客户呢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的 是吧 年轻妇女比较多 那么东南亚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地方 那么完了以后 人家在你店里脱了饰的 是吧 你牛保老钉着看 是吧 人真要是穿一件衣服 穿着还你 我也没办法 你总不能说蓝的人家 就当是我一个人啊 就是我老婆咱们还没蓝 是吧 你没有旅同志嘛 你就是知道他偷的衣服 你也没责 对吧 你不能说把人蓝下来啊 痛他一下 或者干什么蓝他一下 有的时候会出 更大的风险 是吧 得不偿失 还偷一件就偷一件 反正又不值钱的东西 那么有一天我就遇到了一个白人男子 是吧 一口金黄色的落筛胡子 完了以后呢 带了一个老窝姑娘 在我店里挑衣服 挑了不少件 几十件 二三十件 那么挑完了 付钱了 他就走了 是不是 因为他挑衣服换衣服的过程中间 都是那个女孩在试衣服 那个男孩呢 就一直坐在我的这个柜台边上 我也没拿到当回事 就我看我的电脑 看我的书 有的时候跑到门口抽根烟 他们挑完衣服走了 结账了 结账就结账呗 结完账走了 回头我发现 哎 不对 我正在充电的一部手机美了 对吧 其实呢 你要是一个老窝的男子 坐在我的柜台边上 我可能反而会小心 知道吧 因为他们工资待遇不高 他真有一个吸毒的 或者缺钱了 是吧 他把你东西偷了 你也没辙 对吧 我的一个 ZEBOR的一个打火机 一个富贵花的 可能一百多美金 完了一个鳄鱼皮的这个 明珠的烟盒 是吧 日本的 这两样东西加起来 也算值点钱 就是给一个 老窝的家庭 在我店里买东西的时候 偷走的 人太多你顾不上 所以我对他们呢 其实防着 但是有的时候你防不住 但是你最起码 你有一个防备的心理 而你坐在一个白人的男子 坐在你的柜台边 你一般觉得不会 是吧 你觉得西方人 跑到这来旅游 找一老汪妹妹 他本身就不应该缺钱 是不是 他怎么会偷你一个 正在充电的手机呢 对不对 中国人买的手机 你也知道 大多数情况下 像我们这个年龄 买的手机也就两千块钱的事 对吧 挺便宜的 就没想到 其实他走了以后 我后来反映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就东南亚国家 有很多西方的游客 就他们来的时候呢 他们带走的是 精神上的欢愉 留下来的极有可能是孩子 有一些女汉子 有根有据的 是吧 怀了运了 从这个时间各方面 他来推导 他能找到 使他受孕的这个男子 通过大使馆 他能找到他们 要求赡养费 是吧 就是反正就给子女的 营养费 生活费 那么我也见过一些 老窝的女孩子 就每个月从加拿大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 德国大使馆 去领取 四百美元 或者几百美元的这种 生活费的 我见过 但是还有一些呢 人走了 孩子 找不着爹 那么混血儿 不一定生出来以后 就是 龙眉大眼的 或者说长相比较奇特的 他有的确实生出来 就跟这个白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 就是先入为主 我以为他是一个白人 一个西方游客 其实他真是一个白人 但是他不是游客 他一句外国话不会说 是吧 他除了老窝语 比我说的 有别的 他跟普通老窝人一样 没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说了 中国人在国外 最容易摘的根头是什么呢 就是你护照 你要请别人帮你去办延期 是吧 你要找中介 你找一外国中介 你不会说外国话 你交流不上 你只能找 会说中文的 你不管他是台湾的 还是 是吧 大陆出来的 你不管他怎么说 他喇叭就是一广东的 他只要想做你买卖 他都会一点 普通话 那么你首先你得去找他 是不是 我护照要延期 是吧 我旅游签 我要改这个商务签 或者说我要办工作签证 我要办这个 这个那个 你不管要办什么 其实你最主要的 还是一个语言观 就你刚开始 你落地以后 你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这个 是吧 那完了以后呢 这些中介 他其实没有什么专业的 你不要看他那个门头 就我们看到许多国家 都有这种门头 叫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老挝啊 他写的 门头上写的是 老挝华人服务中心 你一看这牌子 你就觉得好像挺大 挺大一规模 其实不是 就一皮包公司 是吧 三五个人 你别拿他当回事 他甚至他都办不了 这个所谓的护照延期啊 或者说签证变更啊 他根本办不了 他只是一个接单子的 就他还是把这个东西呢 收集完了以后 他再转交给更大的中介公司 去办理 就他只是吸引 我们去交件 就把东西交给他 你比如说 拜一个这个 旅游签证 改成这个商务签证 是吧 一年期的 其中包括这个工作证和 和这个赞助证 就全套办下来 你比如说 他跟你收这个470美元 其实呢 市场价 大概也就400到420 那么他跟你收 中间他赚的 就是这个差价 就他拿到你的护照 他啥事都不会办 他就直接 付印完了 登记完了 留你的电话 完了 他就把你的护照上交了 就交给他的上家了 知道吧 他干的就是这个 说他帮你办这个 老挝身份 是吧 我帮你买地 我帮你干这个 干那个 其实他都干不了 他只是 一个批发商 知道吧 就二级批发商 他把所有接来的单子 交给他的上家 完了 他只是在中间 挣一个差价 对吧 这个还行啊 他就坑你点钱 还有呢 这坑的就麻烦了 就昨天我其实说过这个问题 就你在国外 你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啊 甚至你还不用到国外 你就在微信群 民主群 是吧 QQ群 你稍微表示 我是一访民 是吧 我受到政府的这个迫害了 他马上就联系你了 他主动会联系你 知道吧 然后跟你说 我能把你搞出来 是吧 你这个情况符合 烂民的标准 你是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 完了以后 他就给你狗刀 是吧 你从缅甸过来也好 还是你从这个老挝过来也好 从柬埔寨过来也好 他一直能帮你接到这个泰国 完了之后呢 他经常在各个微信群 QQ群 是吧 包括推特 他会去宣传 说他多么多么知名 营救了多少民主人士 帮助多少多少人 办你的这个手续 是吧 完了之后呢 他是收费的 一万多 是吧 两万不到 就你有护照 没护照 他都能给你搞出来 而且他全程帮你包办 就所有的落地的事 他都帮你办 甚至极端到什么呢 你就是没钱 他也会帮你办 完了之后 给你介绍黑工 是吧 给你介绍工作 他拿你的工资 来还他的这个费用 这种人其实各个国家都有 就周边国家其实都有 包括我现在在的这个派部 都有 他这个呢 他完全就是挣钱 而且呢 他不仅挣了钱 还亭了你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房子被拆了 完了之后 我到政府去抗议 政府把我抓下来了 关了一个礼拜 他就跟你说 你这个完全符合 联合国难民总组的这个标准 是吧 你来了以后 我帮你申请政治难民 我帮你申请这个 申请那个 他就没跟你说 申请完了 也没什么用 除了一些知名的异议分子 和法轮功的修炼者 其他人 你即便拿到了难民阵 你想等着国际社会 对你的救援 这是一个相当遥远的过程 相当漫长的过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灌在曼谷移民间的一些 击完烂教的 都来了很长时间 甚至有一些人 他们曾经以为 他们混得很好 民生很大 但是到了联合国难民总组 认定资格的时候 他花的时间会很长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简单的一些事 你把它无限放大了以后 别人就不太相信你了 我们见到的 最正常的拿这个 难民身份的 可能从申请 到拿到难民阵 只需要半年 但是我们经常见到一些 著名的异议人士 花了两年 甚至被永久关闭掉了 关闭掉他们的申请 其实背后都有很多故事 有许多人 他把这些东西 做成一个产业 他让你来 他是图这个钱 他自己还没有拿到难民身份 他凭什么 打包票帮你干呢 就算你相信他 你说我 我反正也不想过了 我就想出来了 是吧 我跟着你混 我怎么样怎么样 问题是 等你没钱了 你也找不到他 知道吧 他忙得很 一天到晚都有电话 他没有时间再去顾你 所以现在的麻烦就在这 中国人坑中国人不仅仅是钱的事 他其实还有很多更复杂的东西 他把你坑的跳楼的心都有 完了长时间得不到安置 据我所知啊 2015年到现在 没有成批的安置过中国难民 想走这条路的人 尽可能慎重一些 是吧 尽可能慎重一些 不要上当受骗 最起码不要轻易的 轻信这些 其实就是舌头 知道吧 你别听他说 什么民主啊 自由啊 那东西没用 他要的是钱 是吧 完全义务救助国内异议人士 或者说方面的一些受害者 很少 很少很少 那么你正常的一个家庭 比如说你要出来 你落地了以后 你不管找什么样的中介 其实你都会被坑 对吧 因为你不找中介 你很多事你办不了 找了中介以后呢 你肯定会被坑 只不过在坑的过程中间 坑多坑少而已 你回过头来看看你 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你落地以后 你三年以后 你回过头来看 你一路 都是被别人坑过来的 无非就是金钱损失大小而已 是吧 有一些人呢 他会无限放大你的事情 是吧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他可以得这个事 那个事给你上纲上线 搞了很多钱 就你花了钱 你也不一定 把事办好了 完了 落地以后买东西呢 也是一样 是吧 像我们只能去华人的超市 去买一些生活用品 是吧 比如我们抽的香烟 用的酱油 是吧 这个东西你必须 你得 保留你自己的习惯 是吧 包括我们喝的这个中国的毛肩啊 壁罗撑啊 这些茶叶 一样的 你让你买印度茶叶 孟加拉的是吧 英国的 你不一定喝得惯 完了以后呢 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一些 中国超市 或者说卖中国用品 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会感觉到这个价格 相当的贵 就中国的零售价乘以二 那是平价 是吧 乘以三 那是正常 香烟可能好一点啊 大多数国家可能香烟不会这么贵 搞不清楚 反正我遇到的这个 在老挝 其实老挝的香烟和这个中国香烟相差不大 就价格相当不大 贵不了多少 那么你不管买什么东西 你就买一包大菜 可能要两三块 是吧 你在国内五毛钱一包的 为什么要两三块 对不对 你肯定觉得心里不舒服啊 但是没则 你要吃 就是这价 爱买不买 对吧 你也没办法 那么 什么假冒伪念 你根本就分不清 是不是 你说我从来没去过三席 我买不到正江香烟 我只能买一瓶三席的醋 它是真的是假的 我哪知道啊 对不对 长这么大 你没吃过三席的醋 是吧 所以呢 你没办法 有很多时候 不是说 它要坑你 而是你心里总是在发毛 你就觉得这东西好像不太对 但是你又不能证明它坑了你 就心里很 很潮 但是没办法 这东西你避免不了 就像我说的 所有的这种中介 或者说为中国人服务的 就是挣中国人钱的 挣移民钱的 他就是这样干的 你爱来不来 是吧 他也不求你 是不是 所以你没办法 很多东西我们避免不了 说报个名啊 上个学 他也根本是套路 对不对 我讲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大女儿在国内学的是动漫 她到老挝来以后呢 她闲不住 她说我报一个那个 老挝国立大学吧 就她报一个 她预备深造的这么一个专业 是吧 你第一年你肯定要去学那个预科嘛 是吧 语言你要过关 英语强化一下 是吧 老挝你 你要学一些 因为他不是每个课程都是英语教学 所以他本地的语言他也是要学的 那么好了 那么你在网上一查 或者你找中介一问 一年学费多少钱呢 两万人民币 很便宜 两万人民币 那中国人觉得吗 你到国外 尤其是这种国立大学 是吧 他有很多专业是和国外 共同开设的 因为老挝他比较穷啊 就西方国家支援他 比如澳大利亚 跟他合伙开一个 什么保护生态环境的 这么一个专业 是吧 比如说 新西兰跟他开一个什么专业 比利时跟他开一个什么专业 他都是四年的学制 那么他两年在老挝 两年交换到别的国家 是吧 这种大学其实就很不错 是不是 就在我们眼里就很不错了 那就报呗 反正两万块钱一年又不贵 是吧 合着美金也就三千美金 对吧 那我小女儿上 上小学还四千多美金 是吧 我就觉得挺便宜 但是完了以后呢 我们家那大女儿呢 她自主性比较强 她说我去 我自己去学校问一问 所以她不想给中介镇这个钱 她就觉得我自己去报名 是不是便宜一点 后来她就自己去了 这个老挝的国立大学 我们在老挝习惯上 把它称为叫东都大学 因为它那个地区 翻译成中文的名字 叫东都 东方的都市的都 那么去了以后一问 特别特别开心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报名的时候啊 就她的老师还有会中文的 就是说 她不完全是你要用英语 跟人摆上 是吧 你用中文奔两个 她也会奔两个单词 是吧 跌跌扒扒的算搞清楚了 一份这个体检表 它指定的 它指定的这个 比如说 首都哪个哪个医院 你去体检 体检好像是两三百块钱 两百多块钱 很便宜 就是给你一份体检表 你去到人家医院去体检 你没有这个重大疾病 是吧 疑传病啊 重大疑传病啊 或者说恶性疾病 或者说传染病 就没事了 就是体检 很简单 第二呢 就是找一个中国公司 给你盖个章 就证明人家这个公司 推荐你来 或者说担保你 你有什么事 就人家能找到两家 是吧 你万一比如说 你在这儿生病了 死在这儿了 完了之后 他不好跟你家人交代 对吧 就这么个东西 很简单 你不用去找哪个公司 你找一中国商会 是吧 浙江商会 福建商会 广东商会 是吧 你找哪一个商会 只要你是这个省的 一般人家都会给你盖这个招 不收钱 对吧 不会收你钱 完了以后呢 你交 三百三百五十多万 还是三百八十多万的老币 就合着人民币 大概三千块钱 就加在一起 三千多块钱 就搞定了 就一年的学费啊 这 国外的大学呢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啊 就是老挝的大学 它是没有学生证的 它只有一个注册单 就你交钱了以后 注册了以后 他会给你一张单子 盖上工章的 是吧 证明你是他的学生 而且每年的这个 开学的日期 什么 他都给你写的 写的清清楚楚 是吧 你凭这个东西 你可以办学生签证 就很便宜了 你就在这个国家 停留的时候 费用就相当低了 是吧 那么 我回头来想一想 你要是找中介办 是吧 你只要交照片 完了以后 填个表 甚至填表 好像都不要你贴 就是交个照片 交个钱 两万块人民币 他就帮你办了 他挣多少钱呢 对不对 你就算四千 他挣一万六 是吧 你一共就花了三千多块钱 一共跑了三趟学校 就正式报名开始上学了 对不对 你跑学校 你别说自己开车了 你就打车去 一个来回 也就一百块钱的事 是不是 很简单 自己就能搞定的事 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国内 就交了学费 预交了学费 通过这些中介 来帮他们办呢 主要还是我们的观念问题 就是我们总认为啊 国外的大学 你不管哪个国家的大学啊 就是 挂上国力 这两个字的 我们眼里好像都是 清华北大这个级别 是吧 确实有的学校 真不错 你比如说我在 曼谷经常 在市中心看到的一个大学 就是很知名 他甚至不专门招收留学生 对吧 他的校区就在市中心 地盘很大 他的校舍 这个宿舍 运动场 辅助设施 都很男辈 那么他是一个 很知名的大学 而且呢 他只用英语和泰语教学 他没有什么留学生 什么中国留学生过来 什么 什么花点钱 这个那个 没有 考不上你就 你就逢想 他有这么一些 学校 可能其他国家也有 这其实就是专业的大学 就我们总认为 到国外来 好一点的大学 你要花很多很多钱 其实不用 其实你要真正过来上学 很便宜 各个专业可能价格不一样 但是相差很小 就老我本地的学生 上大学 就国立大学 一百五十万老币 一个学年 合着人民币一千二 是吧 所以有很多国家呢 他不像我们 把医疗教育 是吧 这个这个住房 都搞成产业的 是吧 就差 没收你呼吸税了 那大多数国家 其实他不是这样 其实他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出来被这个 中介啊 或者说 比我们先走一步的 这些华侨们坑 主要还是因为 我们的观念 没有来几转变 就你被他坑 是天经地义的 你总要有一个 转变的过程 如果说呢 你提前做好一些功课 其实你被坑的这个机会呢 相对会少很多 好 半个小时到了啊 祝大家晚安